随着李文在好声音更多不公平不公正的内幕浮出水面 这一档曾经火爆全国的综艺节目遭受了全国人民群众的抵制 对此这将卫视宣布中国好声音暂停播出 以平息舆论场的批评和情绪 这将台停播中国好声音仪式 全国人民都叫好 然而在这个时候 凭借着罗刹海市的刀狼却在抖音出镜发布了自己抖音的第一条视频 要知道刀狼把罗刹海市的歌词讽刺了好声音导师纳英、杨坤、汪峰等人 比如那马虎不知道它是一头驴 那幼鸟不知道它是一只鸡 勾兰从来半高雅 自古公共好威名 转定费一次50瓦是不是真的 刀狼的未曾开言先转定把好声音的内幕揭露得一干二净 其中刀狼选择在好声音停播而发布自己的个人首次抖音视频的时间耐人寻味 中国好声音刚刚停播 刀狼强势入驻抖音 其中还唱了一首新歌开口唱的第一句歌词 因为终将离开这个世界 终将离开你 我仰望夜空 找寻来时的那颗星 刀狼什么意思啊 个人认为是在悼念李文的 你终将离去 我仰望星空 寻找来时的那颗星出新 刀狼这个视频肯定是提前录好的 却在好声音停播当天发布 宣告着刀狼曾经在那一段时间凭着自己的才华大火 而让纳英、杨坤等人打压之下遭受不公平对待 现在终于拨开语物可以宣告刀狼自己的胜利了 目前刀狼的抖音粉丝已经突破一千万了 希望刀狼胜胜追击 不可估名学霸王 又有好声音学员出来曝光黑幕了 曾经参加过2021年中国好声音广东省赛区的选手武艺 连发两条视频曝光好声音分赛区的比赛黑幕 同时向好声音节目组提出了三点质疑 武艺表示 他是2021年好声音广东省赛区分战赛的十强选手 比赛走到后半程的时候 节目组就会给选手们发送一个二维码 用于给自己拉票打投 打投的分越高 就越有助于挺进前几名 武艺曝光了节目组制作的二维码链接截图 用以证明自己所说内容的真实性 等到每一轮比赛结束后 这个二维码链接就会失效 再也点不进去 也就是说 你想要在比赛中进一步走下去 每轮都需要重新给自己拉票打投 且之前的投票票数会作废处理 这就意味着 越走到后面 你要付出的金钱就越多 武艺表示 直到最后 他们那一届分战赛的冠军 整整花费了将近120万元 才最终拿到一个省的冠军 最可气的是 尽管拿到了省冠军 但那个选手依旧没有挺进全国总决赛 参与浙江卫视节目录制的机会 也就是说 从一开始 这帮选手就遭到了节目组的欺骗 参与节目录制的人 和从海选阶段批精展集最终过关的人 走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系统 在中国号声音宣布停播之后 武艺向节目组提出了三点质疑 一是他们至今仍没有向Coco李文发出真挚的道歉 态度敷衍 二是参与节目录制 和海选晋级通道是完全不同的两套系统 这种行为本身是否就属于欺诈行为 涉嫌诈骗 三是 用一次性二维码来制定投票环节 强制要求学员刷钱的行为 是否合理合规 武艺称 目前 有很多参加过号声音的学员 勇敢地站出来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他们的认真善良不该遭到如此对待 李文学员王泽鹏出面发声 甚至可能会葬送自己的演艺生涯 武艺呼吁全体网友不要停止发出自己的声音 因为他们的声音才是真正的好声音 只有这样 才能让真相大白 让坏人得到应有的惩罚 中国好声音从2011年开播 一直受到大众的欢迎 自从李文九分钟视频被爆出来后 世人才知道了好声音有这么多不光彩的内幕 好声音一度推上了浪尖的风口 无奈之下 这将为是宣布暂停好声音的播放 在这一场风暴 很多明星为了自保 选择沉默 其中有6名明星 卷入了争议的漩涡之中 他们的经历成为了见证好声音不公平的事件 第一位 李文 李文在录制节目中发现 他的学员有88.3分 没有第二次机会 蝶的学员有70分 有第二次机会 这一点令他非常的愤怒 天真善良的他 不知道这样的操作 其实是常有的事 一向追求公平公正的他 虽然看不下去 于是与节目组理论 几位工作人员围着李文 叫他在台面上不要这样说 工作人员还叫李文离开 说他妨碍了他们的正常工作 之后李文就受到欺负 还给他穿小鞋 在总决赛的录制中 李文提前跟节目组说好了 要与学员站在一起 因为他有腿伤 结果到了比赛那天 李文身边没有人 他个人站着 唱了没多久 摔倒了 造成了腿部受伤加重 第二位李佳杰 李佳杰作为好声音的学员 他一五一十把自己知道 全部报了出来 从他的发文中 可以得知 五十万可以买一次转身 前十名也是可以花钱买 要想走到后面 必须与好声音签十年的合约 这篇小作文发了没多久 被删除了 第二天学员李佳杰说自己乱说的 没有事实依据 由网友猜测 他肯定遇到了威胁 不得已财山文 第三位徐海星 徐海星作为第一季的学员 他的声音有非常高的天赋 他是导师刘欢的学员 等来他是最有机会夺冠的 因为他不与好声音签合同 好声音让他在娱乐圈混不下 他还被网爆了十年之久 第四位金星 李文九分钟视频被曝光后 金星第一时间力挺李文 金星在八月十九日发生 口口咱不哭 善有善终 恶有恶报 八月二十一日金星再次发生 任何江湖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无论是谁 有网友说 就金姐含红敢说真话 听你们 有网友表示 这个社会说句真话实话太难了 善良真挚的人总是受到伤害 不能一直让黑幕遮住双眼 群众又不是瞎的龙的 金姐 口口都是有能力 有实力 有一定社会地位的 说句大实话都能被他们这些毫无底线良知的人去自意伤害和打击 可恶可恨至极 该好好整顿了 追求公平公正有什么错 难道都不能活得真实点吗 有网友表示 李文那么好的一个人 那么爱笑的一个人 从来没有绯闻的一个人 那么追求舞台完美的一个人 他人生最后一次登台却受到了那样的侮辱 他是带着委屈 无助离开我们的 好心疼 好心疼 金星曾在采访时说过 负责浙江卫视都是流氓 他们在录制节目中 整天挖掘选手的背后故事 谁是不是同性恋 谁父母是怎么离异的 是无聊至极 第五位 珍妮 珍妮是华语乐坛的天后 她获得的成就是很多歌手比不上的 她曾码下金钟奖 金针奖 珍妮太刚烈了 珍妮愤怒发声 参与好声音的每一位都欠缺良知 为名利不择手段 后来 她怕热度降下来 又连续发了十几条 她还特意点名 谢霆锋靠王妃背后的资本 所以谢霆锋是导师工资最高的 第六位 韩红 韩红也加入为李文发声 希望上级主管调查 这次风暴揭露了很多鱼内鱼不公平的现状